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我是李国庆 恒指倒营底300兵反弹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557点,收报26291点 成交继续活跃,超过900亿,有966亿 今天的成交都不错,保持在900亿以上 上个礼拜,其实大家都已经说到近期的成交,有900亿是不错的了 因为之前的成交低的时候,600亿都不够,只有500多亿 现在上回来900多亿,已经比低的位置,已经多了超过50% 现在你想说这么快去到过千亿成交,就未去到住 为什么呢?因为恒指现在是反弹 上个礼拜四、五和大家说的时候,都已经说到说 恒指在4,900点的时候,是见了一个短期底,有机会出现反弹 结果现在连续三日上升,所谓的300兵,反弹都很正常 但是呢,今天呢,收市位呢,就只能够站在25,825点 即是上个礼拜一和二的下跌裂口,那个裂口顶 即是星期一的最低位之上,只能够转了黄灯,尚未转绿灯 什么时候转绿灯呢?要升穿途中所指的那个高位,站在旗上收市 最好是三天,但起码都有一天才会转到绿灯的 那么那个位置是多少呢?是26317这样 恒指今天呢,其实是列口上升的,一开市的时候呢,已经是开步25994的了 已经高过呢,我现在指给你看啊,这一天8月12号,那天的最低位是25825点 这一天的最低位,就是这个下跌裂口来的,是个下跌裂口的顶 那么今天站上去之后,就可以转回做黄灯,即是最凶险的时候呢,可能呢,就过了了 那么当然啦,其实上个星期四,已经在视频,已经在本部网站 那天上午一早就先跌后高的嘛 那么我在10点45分,就写一文的时候,已经通知大家,249 那天最低位是24899.9,就是为了杀那些牛症的 总之轻微穿了它,让那些牛症,249的牛症没有受报 那么,然后呢,就开始上回来,一二三三日,所谓的三白兵,就是三个白武士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你叫它三白兵也可以,三个白武士也可以 那么这个上回来,就是这些低位反弹的利好形态来的 那么这个利好形态,再加上今天呢,其实一列口就上来了 形成了下面呢,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倒形底 那么这些都是短线利好的反弹的现象 那么,所以转了做黄灯先,那为什么转不了做绿灯 短线未能够转绿灯呢,就因为呢,未能收于在26317之上 虽然今天升穿过的,最高位去到26356 是高过26317少少的,但是未能收于其上呢 我们呢,就按一直的策略都说,就不会转了做绿灯主 好了,那现在就是说,又好像好啊,又有个三白兵的反弹 又有个倒形底,但是你只是说转回做没那么危险 就未能够转回说,安全的绿灯信号,那就是怎样呢 那就是不排除这几天呢,会有些增持咯,连续升了三天那么久 那升了多少呢,升了成1400点的嘛 升了1400点之后呢,可能有些反复了 那反复呢,就看看它怎样了 第一,如果它不回补这个下跌裂口呢 那就最好了,那就是这个反弹都挺强势的 那继续就盼望它呢,升穿26317 并站在其上就转,短线转绿灯啦 那但是如果它回补这个下,这个上升裂口呢 搞到这个倒形底呢,就不算倒形底了 那都不用怕了,因为呢 搞到这个下跌了这么多之后 搞到其实中外都还是有这么多因素呢 是影响到的情况底下 回补这些跌裂口都不出奇的 不补就最好,补也都不需要立刻就很担心住 那最差是什么呢 最差当然是跌穿这个低位 24900啦 那就不用说了,如果这几天那些升幅是假的 但是呢,不需要等到这么差,24900的 譬如在上个星期五的低位,它的低位25300 25314点,那是最低的 其实那些跌穿25314点呢,都已经是弱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第一,当日那天呢 其实呢,就是一开始之后震一震荡下去呢 就有升的了 那这个震荡低位呢,已经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位了 那第二呢,今天由高位26300 跌回去25300,跌一千点了 如果真的跌穿,那也真的很弱 所以呢,如果你说短线呢,看什么位呢 就这个支持呢,可以上移到 就是支持位上移到25314 上个星期五低位的 那估计它在这里增持了 希望不回补这个上升烈口 那形成这个倒影底 就是说在这个大概26600到26300 这些水平增持完之后呢 希望它可以冲到上去 但是再强调回补这个上升烈口 都不是一定是差的 好了,那短线如果真的升得到上去 那可以怎样呢 那如果这个当高低脚 那当然可以看高一点 其实就能去到277多 不过千万不要这么大上头住 第一,你起码呢 都要上回来 2019年6月4日这个低位 26671之上 26672之上 那这个上回去之后呢 才是 中线才有机会 由这个现时危险的红灯 转回来做黄灯 上回去再说 现在呢 短线都没转回来做黄灯呢 我就不想对之后那些 作太多的妄想 所以都是逐级逐级看 那好了 有没有一些好些的盼望 跟大家讲呢 都有的 你看看国企指数 都为什么说倾向 可能恒指都会转到黄灯呢 因为国企指数呢 因为收市位呢 都挺好的 收在10109 而前浪顶这个反弹的高位呢 是10107.6 我连小数点 我都写了给大家看 就是因为呢 以防呢 让大家知道 真的穿了上去 穿了些 收在其上 这一个呢 就比较一个叫做什么呢 利好一点点的形态 起码都有一天 如果连续三天收在其上呢 就更加好 就是确认这个从前浪顶之上 那就肯定转到黄灯了 那现在呢 国企指数呢 都有机会转到黄灯 但是恒指未 恒指未 恒指未 所以两个还未 大家还未互相确认 所以等多一两天 看看是不是呢 恒指可以衝上去 但是偏好一点 是真的 所以这两天 如果等回一些 都不用那么害怕 除非跌穿呢 上个星期五的低位 就害怕了 就不需要等到 跌穿上星期四的低位 好啦 那内地股市呢 都好啊 恒指今天升2.17% 国企指数升1.45% 国企指数升得少 因为它之前 其实呢 它就跌得少些 它上来今天 其实收呢 收得漂亮些 所以你不要看它 升幅少呢 就觉得它差 其实今天国企指数呢 表现呢 可以说好过恒指 你不要只是看升跌幅 可能外面很多 只是看升跌幅 不看这些小微的变化 那我和大家说这些小微的变化 希望大家注意到 那就明白 其实国企指数 今天不是那么差的 那内地股市 当然都不差了 上证指数 其实今天呢 升成2.1% 哇 走势都不错 羊竹 亦都是三支羊竹相 那它就未升穿下降轨的 但是它已经开始回报呢 8月1号和2号之间的下跌跌口了 那这些羊竹相 亦都是很美 就是了 如果它不排除 会蹬一蹬 但是呢 都是有机会上的 如果它能升穿这条下降轨 收在其上呢 就有机会 短线亦都转回 做绿灯的 其实走势呢 开始回穩了 上个礼拜和大家已经说到呢 它收回在6月6号呢 这个2822.2 这个位置之上 上个礼拜五呢 8月16号的时候 它收市位是多少呢 2823.8 刚刚就升上去这个 6月6号的低位 2822.2之上 上个礼拜的视频 都跟大家说了的了 那其实那天已经转回做好些 可以转回做黄灯的 那现在继续黄灯呢 如果它升穿这个下降轨 站在其上三天 那有机会转回做绿灯的 最好当然啦 你希望它是慢慢的上去啦 譬如说升穿了这些 7月2号这些高位 那但是当然 现在不能够一下子 就立刻有那么多利好因素出现 也都真的没有那么多利好因素 现在只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很差的环境之下呢 突然间好一些 好一些呢 就是令大家呢 就是说舒缓了 所以有机会反弹 但是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内地公布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政策 就是说这个 支持深圳 支持深圳这个政策呢 就很利好深圳相关的股份 也都搞到深圳成份股指数呢 今天升幅呢 是远大过 就是中港其他主要的指数的 它升近3%的 收报9328.97 你就是当它9329 是吧 那也都很挨近什么呢 这条下降轨 而最主要它已经是补了 8月1日和8月2日之间的下跌裂口 并且站于其上 就是这个裂口呢 上证指数还没补了 深圳成份股指数补了 3支揚竹300兵那样 那很漂亮 那不排除呢 深圳成份股指数可以领跑的 就是中港几个指数 现在反弹的时候呢 哪个指数领跑呢 似乎就是深圳成份股指数会领跑啊 那你既然会领跑 就要看着这个指数以后呢 是不是可以去 如果它去得到 那可能拉动其他那些指数会上啊 它去不了的话 那要小心哦 那看着这个指数 那今天事实上呢 户心两地的成交额 上海的成交额是2470 2470.9亿人民币啊 那深圳的成交额多过去很多 3345亿 3345.1 加上呢 有五千一五千八八十六亿 五百一六亿 那这一排也叫做大成交的 而且也都以深圳那边成交多些 多很多 所以呢 这边呢 深圳成份股指数呢 变成了领头羊 好了 那深圳帮那些好 因为政策扶持 那广东帮啊 深圳股啊 当然是好些了 那香港的股份当中呢 也都以这批股份好些的 那另外有第二批呢 就是一些内地证券股啊 那些呢 因为看到市场好起来嘛 所以内地证券股呢 都会受惠的 那今天呢 主要先跟大家讲呢 就是说 那些深圳 那主要是什么股呢 都是以内房股为主 那今天 只要是以外面计券股呢 就是内房股啦 以下部股ى呢 以碧桂园 升成5.8%领跑啊 啊 呢 一反弹呢 就接近啦 或者已经是挑战 yağ 这下降 euros 虽然未能收于其上 但是收小元都算很好的 而 MAY な了 今天的天市场的高位呢 注意下 是要的是 10.12元是較8月8日反彈的高位 10.06元是稍高一點的 以收市價來計算是高過了 等著好像想衝穿下降軌 講到內房股 深圳邦的佳兆業集團 今天升至14% 這隻就是深圳邦 今天升得比較多 這些一下子已經衝穿了 希望它回回一點的時候才再考慮 為什麼它升那麼多 一來它是深圳邦 二來它實際上這陣子的跌幅是很大的 7月2日它最高的時候 見升到它是4元的 最高位這一天 最高位是4元 它一跌跌下來是多少呢 8月13日是低見2.48元 2.48元 跌了多少呢 近四成 38%左右 嘩一下不見了那麼多 三分之一 那現在就出現一些比較強的反彈 就是這樣 你說這隻股 股可能有些不算夠大 未必是最吸引的 如果這樣 龍頭當然是碧桂園這些 如果不停我們本部 或者是投資板 那些經常推薦的股份 內房股 深圳邦也好 或者大灣區的股份 主要有兩隻的 第一隻是澳元 澳元的業績 中期業績的增長近九成 都算不錯 雖然市場 好像有稍稍順於預期 但其實增長九成很厲害 是不是 那今天呢 它又升回9.5% 去到10.4% 那有業績支持的 這些股份 是怕阿爺的政策 對內房股有沒有利 那些是很難去揣測的 如果不撇除政策問題 我覺得這些股 都挺漂亮的 你的走勢也好 業績也好 都是挺支持的 那最怕就是那個政策 那政策的東西就是 一時一樣 有時就是說 內房子住不炒 那它真的賣樓都是被人住的 那一時又會說 支持大灣區 特別是這個深圳發展 那就是刺激率升得比較多 另外第二隻就是時代中國 也是本部經濟日報 投資版經常都推薦的股份 今天都升8% 也都是一支大羊竹上 突破下降軌 那如果兩隻來看 你的走勢哪隻好一點 就以這個奧元好一點 是不是 你看得到它一下衝上 已經是下降軌之上 也都是 就是下面這個 也都做了小箱底的頸線之上 那時代都還沒有升穿 這個8月9日反彈高位13.68 所以都是首選都是奧元的 那大的碧桂園這些 博客反彈 那另外證券股 就因為內地證券 就是內地市場做好一點 都可以留意的 好了 總結而言 港股現在就是短線 轉回來做黃燈 國企指數就已經凸了頭了 那所以恆新指數都有機會 珍持之後呢 轉回來做綠燈 機會都比較大 但是當然啦 現在仍然都是中外 還有很多因素困擾著大家的 所以大家呢 就是都是要審慎為常 那反彈完之後 會不會中了一個跌浪呢 那就是看這些就是事態發展 那今天 如果最後才說一下那些什麼原因 來去都是說美國 就是說憧憬它減息 本地因素就是因為 政治因素比較緩和一些 沒有什麼減少了那些暴力事件 所以那個市場就大 但是這些東西隨時都可以是變的 所以現在都是只是短線轉回來做黃燈 就不是說中長線就一定是好轉回來的 所以大家都是要審慎為常 好啦 今天分析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